2022三商杯公益路跑 于今年迎来第三十三届 是北部非常知名且历史悠久的路跑赛 活动于27日早上在大家河滨公园热血开跑 半马组由日本人荒木上马 以1小时19分12秒拿下男总医 担任中学体育老师的邱丽清 每周的练跑量有80k 他在本次赛事以1小时30分22秒的成绩 跑出半马组的女总医 他表示在13k之后虽然太阳升起 但不影响他的配数 今年的赛道有所更动 有经过了两座桥 我其实觉得这样的强度也好 也算是说把它当成是一个缓坡的训练 然后也达成自己今天预计的赛前的成绩 这样子非常满意 本次公益杯路跑活动 主办单位现场捐赠20万和10万元 给台中市私立惠名盲校 以及中华市上路跑运动协会 当日活动也有多名市上跑者共襄胜举 跑者吴昌哲更是在本次半马组破了他的PB 陪跑员李中展也和我们分享他带人破PB的心得 今天很谢谢中展带我破PB 那我上次长龙马跑103分钟 今天目标先破百 那高标就是95 跑到98就很开心 真的很谢谢中展带我破PB 我觉得自己破PB的成就感只是一时的 可是带领我伙伴破PB 那个高兴是一辈子的事 是值得荣耀的事 主办单位在活动现场也有摆摊 和跑者们玩游戏同乐 打造欢乐的市集嘉年华气氛 期待如此有意义的公益路跑活动 未来有更多跑者参与 孙内台北报导